好 那海君呢 其實我這個習慣呢 對 因為我爸爸呢 很愛種這些有的沒的 他會有種那個什麼 香蕉 拔辣 然後櫻桃 對 因為難不夠熱 那你們家是山蕉子 一小塊而已 一小塊而已 對 那時候蓋房子的時候 爸爸特地留一點小空地 要種那些東西 因為他有興趣 對 他是想說 種給我們女兒吃 因為我們家都是女兒 我們也是種很多種 一群女子 對 但是呢 我為什麼會有這種習慣 也是我結婚後 我的婚後 是我老公造就我有這個習慣的 因為我老公說 高雄的那個農產品的那個品質 相當的優質 比較好 比較甜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他有時候在台北的菜市場 就買一顆還是買兩三顆 就 很貴 對 可以在高雄可以買半箱 差這麼多 真的差很多 而且有時候我們在北部 買到的水果 可能就是已經轉過二手 三手 才運到台北來的 對 但是我爸爸的朋友 有在屏東 有在屏東專門種那個 很甜 相當的甜 而且那個頂級的 那種品質的那個紅萊 對 然後有一次 寄到台北來給我們 寄幾顆給我們吃吧 我老公相當愛那個品質 然後就說 我跟你講那農產品厲害的 真厲害 真的 很甜啊 口感甜度 都要進入評比的 對 然後就是 對 都評比很嚴格這樣子 嚴選喔 然後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看到 我們那個空地有沒有 怎麼 一箱一箱的這樣子擺好 在那邊等著我這樣 這是什麼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回來兩天 那我要從 我應該就是要 回去的前幾個小時 或者是回去的前一天 我就要拿那個 Saven的單子 開始填寫宅級辯 自己先把地址貼好對不對 自己貼好比較方便 貼好 然後趁媽媽 爸爸媽媽在睡午覺的時候 我就開著爸爸的車 然後把那個 一兩箱的那個翁來 然後寄到台北 寄到的時候 差不多我人也已經到台北 算得尷尬了 然後老公收到的時候 更開心就說 鳳梨來了 我就又有鳳梨可以吃了 對 然後再晚一點的時候 我媽媽就打電話來了 她就說 朱海君 你是不是把我的鳳梨寄了 我就說 對 媽 好甜喔 還想說沒事 你知不知道 那一個我需要跟你的阿伯 一個月前預訂的 而且那是我要來拜 三托的那個媽祖娘娘用的 要養媽祖的 妳給人家拿來吃 人家還要拜啦 一箱六顆嘛 然後兩箱十二顆 然後我想說 你家是可以吃 那麼多烘來喔 要給婆婆他們吃嘛 對不對 大家一起享用這樣子嘛 然後媽媽就說 那現在怎麼辦 我說那我怎麼辦 然後我媽媽就說 不用了 我自己去菜市場買 對啊 只要妳媽還在高雄 妳應該都會繼續這件事了 而且我還不只那個 我還有那個 美濃出產的那個 白玉蘿蔔有沒有 那個季節到的時候 那個如果拿來乳 或者是煮湯 才好吃對不對 對 那妳以後回高雄 可以順便開個團嗎 對啊 有細細的舉手 沒有 家一 媽媽只在開團了 對啊 對 後來我爸媽想到一個 超級無敵的廟造 害我再也不敢再去做 這件事情了 為什麼 他寄了總共快兩百根的 那個白蘿蔔上來 兩百根 就是讓妳 如果放在我們家 放久是不是會有 整間屋子都是白蘿蔔 那白蘿蔔就是有一種 屁味屁味的感覺 就是泡氣迷 對 然後我家 一個禮拜都是屁味屁味 然後我就 高招 一聞到的時候 我說妳根本要 我看老公 妳根本要放屁啊 她說沒有 是白玉蘿蔔 還有呢 她會 洋蔥 洋蔥會都很 對 炒蛋啊 好用啊 我媽 我媽呢 也是寄了三箱過來 所以妳那麼愛 然後妳那麼愛上人 都是大手臂的 讓妳吃到嚇死 看妳現在在幹嘛 那妳這次回來 還需要寄什麼 沒有 沒關係 不用 我家 夠了 好 那語心呢 偷什麼 偷廚機 我想我不自己買 而且它是一台 牌子比較好 不是 它是一台成年的 就是我爸媽用很久 那時候 他們那時候住的地方 是在林口 那林口 林口其實需要 需要廚師機 對 它滿潮濕的 那我們家 我老公這邊是在三重 其實算是滿 就是滿乾燥的一個地方 那我就覺得 其實平常好像用不到 可是我那時候剛當媽 就有點神經質 小朋友長得小小一顆 就覺得 一定是房間太濕 那妳覺得還不想買 妳不確定 妳要不要買的時候 回家我看到 我們那台廚師機 我就問我媽說 媽 這台廚師機 我說好用嗎 我媽說 她說好用啊 她一天 但她一天最少要量桶水 對 因為淡水超濕 對啊 然後她的講法 她的意思是說 他們很需要 因為一天要量桶水 那在我聽來是 很好用 一天可以 弄兩桶水 所以就在兩天的 可是媽媽跟女兒的解讀 是不同世界的 所以那天我就把那個 搬回去了 然後媽媽就覺得 其實這個事情 她那時候沒有講 她只是覺得說 一台廚師機 真的沒有多少錢 然後你們去買一台 也真的沒有 你們家境也沒有這麼差 你為什麼要為了 太那個方便 而且他們就為了這個 他們本來客廳有一台 然後房間有一台 然後他們就變成 老人家每天就是 搬來搬在一台 那台幽很重 可是我有良心 這還在有良心 在哪裡 妳也有良心 因為夏天我嫌她太大 把台放在房間裡面 太定了 好棒喔 好慘喔 我還回來了 然後冬天又在 就拿回來 那都沒理性的 我就沒有 冬天他們也在潮濕 沒有... 後來我就沒有再搬 我真的我有良心發現 我有還給他們 對... 要不然的話 他們老人家那麼有需求 還要搬來搬去 萬一散到妖嶺 對啊 尤其是老人家的骨頭 絕對不能有濕氣的 對 後來我有檢討 所以我就沒有再拿了 因為那一台真的 太大的台又很大 不過算了啦 還嫌她 不是 因為雨昕 只有經過就是一個夏天 她就反省成功了 對 比宋哥好多了 已經幾年了 到現在還不反省 還不是這件事 都花了五十萬 對 他們剛剛呢 就偷的都是實質上的東西 妳應該是偷防曬 沒有偷成的 對 在建設 偷到助曬 他們還在偷錯了 我跟你講 我偷這個東西可大條了 夢想 我媽的 夢想怎麼偷啊 我偷了她的夢想 我先來講一下 我媽這個人 她其實有很嚴重的 囤物癖還有收集癖 所以比如說 百貨公司有送那種 就是贈品 或者家裡的鍋碗瓢盆 其實我們家都非常多 所以我們其實回娘家 想要看到什麼鍋碗瓢盆 拿著就走 就我媽都會很大方的給我們 那甚至於那個便利商店 他們之前不是有 那種一整組的公仔 對 極點公仔 比如說什麼哆啦A夢 整組的 我們會蒐集到整組 每個花色都有 或者是什麼什麼 櫻桃小丸子 整組的 感覺妳媽好忙 她沒有妳的時候就很忙了 對啊 所以甚至你知道 她奪根在時代的尖端 甚至於現在最流行的 瓢蟲雷迪 然後他們有出公仔 很紅 然後一隻一隻 她都有 所以孫子到她家的時候 她就會一次送她們一個 把這種東西來騙小孩 然後也會常常 收買人心 她畢竟是安親般的 好圓長 然後也會跟鄰居人 要比如說妳小孩已經大了 妳那個不要的玩具都給我 然後就一個一個送給 就是我們家的小朋友這樣子 妳會發現到了我娘家 全部都是那種 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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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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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的那個 很嚴重的收集癖 好 有一次我跟我妹 就是我媽出去買東西 我跟我妹 然後跟小孩就在家 然後她就說怎麼辦怎麼辦 她明天有一個功課要教 是要用那個資源回收 就是那種廢棄物 要做成 貼成一幅那種 就是動物園 然後就是要用廢棄物做的動物園 她想說怎麼辦 我現在要怎麼辦 我家又沒有這種東西怎麼辦 然後我就開始幫她找 我們就翻箱倒櫃找 你知道我找到了什麼嗎 我找到了五顏六色 那種油漆的色票 你知道 油漆的色票 就是妳要給人家油漆 你叫做油漆 色卡 色卡 我們現在在挑的 對 然後還有那個木地板的 各式各樣的顏色的那種 的那種 一張一張的那種 顏色的挑選的那個 那妳知道像這種 模式都是廠商的嗎 我知道 妳知道為什麼 還有地毯 就是地毯一塊一塊 那種顏色 我們曉得 不同的毛料 不同的花色地毯 有一包 然後我就想 對 這是呢 我媽說之前我家樓下 有人在裝潢 這一切一定都是 她去跟人家要來的 就垃圾嘛 這到底為什麼要留呢 一大包這樣子 我就跟我妹說 好 妳就把這一包拿回去 妳看那個要做動物園 妳看多絢麗的動物園 對 隔兩天 我就接到我媽的電話 很大聲的抓公 大發飆 問我說有沒有發現她 有沒有看到她一袋東西 我說什麼東西 妳東西那麼多 妳到底什麼東西 她就跟我形容 裡面有什麼什麼色卡 色票 好厲害 她不知道 對 然後她就說 她那一袋不見了 我說妳那一包不是垃圾嗎 那之前我就說 她真的 妹妹她要那個 就是做動物園 我就叫她拿回去 她們就是去學校做這樣子 我媽就大抓公 她說 她就整個抓公 她就說 妳知道我那要幹嘛的嗎 幹嘛的嗎 她說她在電視上 看到風水老師說 我家的家裡的沙發背牆 一定要有一幅畫 我媽想要用那些 有沒有拿到的色票 地毯 木質 她要做一個很絢麗 礦式巨作的壁畫 在我家沙發背牆 這是她一輩子的夢想 她要把她手做 因為我媽是家政科的 她要把她手做成 很才華的媽媽 對 這種礦式巨作 在我家沙發背牆 我居然把它丟掉 她拿去剪掉 毀掉利用 對耶 這麼有才華的媽媽 妳把她拿來當司機 妳還沒去嗎 然後就知道媽媽該怎麼講 我就一直跟她道歉 然後她最後就掛掉電話 其實她說了一句 一群女賊 好可憐喔 真的啦 所有的醫療人員 大概最怕扯到跟那個 精神相關的症狀 因為妳很難叛變 很難解釋喔 不是 我只能說最難治療 最難治療 就是說 功力最深 當病人發生精神症狀的時候 其實一般來講 除了我們臨床上 因為畢竟我們這種外科醫生 我們就會習慣就是說 妳看到什麼病 看到什麼就是什麼狀態 內科醫師就什麼病 就什麼處理 那處於精神一個症狀的 一個不穩定的時候 或是行為上的不穩定 有時候就像台灣的 素卿姐剛才講的 台灣的人家屬常常 就會直接帶去 指引到錯誤的方向 對 不相信專業 而且有時候就搞不清楚狀況 我自己的狀況就 六十幾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一開始就是 每一早起來 身體都會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抓痕跑出來 一開始少少的 那一開始少少的一些抓痕 家人就會看她 妳身上怎麼有抓痕什麼 她自己就說她也不知道 對啊 那後來抓痕越來越多 而且有時候就是 她會有時候跟她講一些話的時候 她會突然間沒有意識這樣 那家人就會覺得說 她怪怪的 就會直接帶去公廟 那些喝符水什麼 桌蓋什麼的 那就是狀況越來越糟 然後抓痕越來越多 用民俗療法搞了半天之後 到什麼時候才會想要去就醫 就她發現她的臉開始變黃 特別黃的時候 那才來找我們 那找我們醫療就醫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擔心 因為當病人開始變黃的時候 一抽血 她的肝指數就變得很高 她一正常人的GOT GPT 三十五以下 她一抽就三四百 然後一般的黃痕指數 正常一點多 她一抽就到十 那這個東西事情是可大可小 因為最不好的狀況就是肝衰竭 那你說肝癌 肝硬化都有可能 另外一個比如說胰臟癌 膽管癌也有可能造成這些阻塞 那她運氣很好的是 她其實只是因為她之前就有膽結石 但是她不曉得 她石頭掉下去了 那石頭掉下去本來造成 腫膽管結石的時候 腳泥塞得很厲害或有感染 你很快就可以發高燒 你很快就會肚子痛就有症狀 結果她算運氣好運氣不好 就是她塞一部分 她就是要痛不痛這樣子 然後讓她的肝臟慢慢發炎 然後慢慢慢慢 然後她的症狀就變得不明確 就讓她這個狀況變成 到最後看到這樣子 對 那所以後來呢 那顆是先用胃鏡去撈撈看 把石頭能不能撈出來 可是它卡太久了 裡面大概有三四十顆 可是她這樣子會跟她抓痕 有什麼關係啊 因為肝指數高的時候 黃肝指數高的時候 會引起皮膚搔癢 然後肝指數高的時候 代謝異常會引起一些毒素 包括一些阿摩尼亞一些累積 它就會造成她意識混亂 只是一開始她沒有來得很快 她來得很快 大家 她大概就會很明確表達 就是慢慢慢慢 她也不太了解 緩緩地來 對 那後來的話 其實內科醫師用胃鏡 沒辦法去處理那全部的石頭 那我們也算現在幸運 她就用微創手術 肚子打四個原知筆的小洞 就去把膽囊拿掉 腫膽管打開 把它處理掉 其實五天之後 她的所有的指數 就幾乎降到正常之內 對 我想其實應該講 診斷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大腦運作 其實它很抽象 就是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異狀 都覺得說 它到底是精神出的問題 還是怎樣 那像我們剛才講了很多 不是沾望 要不然就是精神疾患 這兩個有時候在症狀學上 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事實上 包括腎腦症候群 或肝腦症候群 也就是肝臟指數異常 腎臟指數異常 都會讓大腦的一些 整個它的化學成分變壞 然後它就會 產生一些沾望現象 所以我覺得鑑別診斷 當然是第一啦 所以我們以前在急診 通常第一個還是要怎麼樣 看起來再怎麼像精神病 都要先排除 是不是內科引起的問題 沒錯 所以不要害怕面對 就是去看醫生 對 不過我覺得校成科 這好可怕 接下來跟我們分享一個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那種 她那個做出可怕的事情 是一個所謂都市傳說 其實在三十多年前 台灣曾經發生過 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真的 她就是一個男的 她是一個夢遊 有夢遊症的這樣的一個患者 那其實她知道自己的問題 然後她也去就醫過 醫生有開藥 她也按時都服藥 可是我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為什麼 因為她吃了藥之後 大概平均大概三天到四天 還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她住家裡面的時候 她自己就 睡到半夜就醒過來 醒過來 兩個眼睛就發直的 然後就先坐在客廳裡面 坐一下子 然後就起來 起來之後就走到廚房去 把冰箱打開來 冰箱裡面有一塊生肉 她要把生肉拿出來 然後就拿著菜刀 然後就開始就切 切切完之後就把他生肉 就拿這樣子生吃這樣 生吃 她覺得她好像當時的時候 是在睡覺狀態 她認為她好像在吃一個 很美味的豬排 也是熟夢遊的那個人 那家人看到她不覺得很恐怖 就是因為家人後來看到她之後 覺得她實在越來越嚴重 然後再帶她去看別的醫生這樣子 治療過一段時間 她覺得好像也不錯 沒什麼問題了這樣 很久沒有發作 她就想說那她要找工作 她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之後 有一段沒辦法工作 然後工作之後就找到了 塗成一個工廠 有一天她起來之後 她發覺到一個情況 說奇怪 醒來之後怎麼覺得 第一個全身痠痛 再者的話身上怎麼 好像髒兮兮的這樣子 就有點土 還有草根在頭上這樣 她覺得實在是很討厭 她覺得是同事在捉弄她 因為她認為她剛去這個工廠 也可能會欺負新人 她就跟旁邊的那個 她的同事講說 你幫我看看 誰在弄我 誰弄我之後 然後我隔天起來 我要找她算帳 結果我睡到大概 也差不多一點多的時候 這個男人就起來 然後還知道 起來要穿拖鞋 穿了拖鞋之後 就看她眼睛直直的 然後她就這樣子就走出去 就往那個工廠後面 後面有一個公墓 有個公墓 剛先去那個 這個男人先到公墓的時候 開始晃 晃晃還在那邊看 她好像在看那個木 每個木區這樣子 看看看 找到一個新的墳 然後她就看那個新的墳之後 然後她就開始用 跪下來用手刨 就刨那個土 刨...刨之後呢 刨來之後呢 就挖了一個大洞之後 她人就跳下去 然後她就把那個棺木有沒有 就竟然就可以把它給 不知道哪來的利器 因為那個釘子釘下去都很深 就搬開來了 搬開來之後呢 開始做什麼事情 就把她那個朋友嚇到 她就看到那個 已經往生的那個大體 遺體 她就吃那個手 吃那個手之後呢 那個朋友嚇到之後 用手刀喔 從南天門有沒有 進向奔向蓬萊東路你知道嗎 真的 插回去 我想要朋友這時候不敢叫她耶 朋友也太大膽跟到那裡 朋友嚇到一個瘋掉 然後趕快衝回去之後 她去報警 醒過來之後 還抓到那個手 然後講說你們在幹嘛 她說妳知道妳在做什麼 她就發現她在啃屍體 她也嚇了一大跳 自己要瘋了 後來之後這個 大概是以毀損屍體罪 的一個那個 那個情況 後來之後難得被起訴 可是我後來聽說 那個男生後來之後的話 因為他對他自己的行為 沒辦法能忍受 後來就去做了那個松山療療院 其實文獻上的夢遊患者 他們大部分的行為 其實大部分只是做一些長痛動作 簡單的 那通常像孝成兄講的這個 通常是合併更複雜的腦腦症狀 像這個病患 我就我也覺得聽起來就很像 有一些精神症狀 才會產生這麼複雜的一些症狀 而且這些行為也不是平常人 會發生的 對啊 因為他們可能都有些妄想 合併一些妄想 開冰箱吃東西感覺滿正常的 十多年前 我小時候也有夢遊過 然後我那時候家裡是住兩層樓 然後據我姊姊說 她就說我也是睡覺睡一睡 然後就突然坐起來 然後看起來她就以為是我醒了 因為眼睛是會張開得很正常 然後我姊姊想說你幹嘛 然後我也沒有理她 我就看看她 然後可是沒有講話 她就說我就突然就起來 然後就走走走 就往樓下跑 然後跑到我家的一樓的大門 然後我就一直抓門拔 一直要出去 然後可是就打不開那個門 然後我姊就覺得說 你幹嘛 現在都幾點了 然後跑出去 然後我姊就大叫我的名字說 姊姊 你在幹嘛 然後她就說 然後沒有 我沒醒 然後我就看看她之後 然後咚... 我又跑回去樓上 然後躺好睡覺 叫做沒事精神 沒有 可是她後來有問我 第二天問我 可是我什麼都不記得 對 其實文獻上講的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夢遊的時候 其實都是重複白天的動作 如果你是芭蕾舞星 晚上她就是在練她的芭蕾舞動作 她肚子餓 她就去開冰 可是我長大之後康復了 對 小朋友 小朋友比較容易發生 包括這個睡眠麻痺症 或者夢遊 看起來都是很驚悚 很戲劇化 可是事實上 他們癒後都很好 可是她是不是會結合一些 你個人的自身的經驗 會啊 因為我印象中我小時候的一次經驗 我都睡眠麻痺 那一次我很難決定那個是夢遊 還是撞見什麼 因為那一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小時候比較小的時候 是跟爸爸媽媽睡同一間房間 所以爸爸媽媽睡這邊 那我跟我弟弟是睡上下鋪 我在下鋪 他在上鋪 然後那天睡著睡著 晚上我就覺得我聽到敲門聲 爸爸媽媽也沒有醒 弟弟也沒有醒 為什麼只有我一直聽到 有人敲門呢 對 於是我就起來了 我就走起來 我們就起來 起來... 我當然第一個動作是 就是開門 對 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因為我當時一開門 就看到門口站了兩個人 就是我們一般來看 那個人家過世的時候 會紮紮的金銅跟那個磅 這太可怕了 我覺得一打開喔 一打開就看到那樣子 然後我小時候知道那是什麼 所以我在那樣的 這樣的那樣的處境下 我就是記得我是 很害怕地尖叫 然後我就不知道 我發生什麼事了 結果第二天的時候呢 我爸媽說 你昨天為什麼睡覺不好好 所以要去睡門口 所以你後來睡在門口 我就是在那個房門門口 所以我不能理解 究竟我就是夢遊了 還是我真的看到什麼 所以我那個 嚇暈了 因為現在醫學上的理論 大部分認為說 因為腦幹是控制睡眠 認為那也許有些良性的小問題 只是說這些問題都還滿良性 也就是長大之後 他會自然痊癒 所以雖然症狀看起來很可怕 也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夢遊的小時候 很多大 長大的時候就不見了 好了 對 那個